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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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子 我妈同意了 同意什么 同意我们结婚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放下放下 不过我妈可说了 礼金可不能少 不能让她没面子 要不然村里人会笑话她的 对 那要多少 两万 我现在都过年 有三个人 我有工资 有年终奖 东平西凑的 再想想 够不够 够不够 好想 好想 差不多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来 各位亲朋好友 小弟今天要向大家宣布 方方小姐已经答应跟我 过了年就结婚了 而且方方的妈妈 也就是我未来的岳母大人 眼睛重一了 好啊 想不到我们三兄弟还是你最快 对对对 恭喜恭喜啊 你这叫守得什么云开 哎呀 翔哥啊 你这个脑筋啊是转不够弯了 这叫守得云开见天日 你这懂不懂啊 狗子 见天日了 天气不错啊 狗子方方啊 听到你的消息 我真的很高兴 恭喜你们了 嗯 以后啊 可能大家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翔子 不知道 以后 还能不能听你说笑话了 老板娘 什么事啊 这里真的要拆迁了 啊 拆迁 拆迁 从我出生起 我就住在这里 几十年了 我真的舍不得 老板娘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都走了 你们还能留吗 你告诉我们 我们还可以住多久啊 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之内啊 那我们得赶紧找房子啊 哪有那么容易 外面房子多好贵的 再说了 也没有这么好的包租婆了 你少拍马屁 最最最便宜的也得五百块 租下来 再搬搬家 还要买点东西 我完了 我 我又没钱了 我不管 这礼金可不能少 少了礼金 这婚婚是不结的 芳芳 大家 你说怎么办啊 芳芳 等等 芳芳 芳芳 这 你不能怪我的 不知道他们突然说要拆迁了呢 怎么不关你的事啊 如果当初 你多存点钱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好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好不好 就这样 我从现在开始 一定努力工作 拼命赚钱 赚来的钱 全部都给你好吗 这样下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婚呢 但是 现在眼前 也不是想这个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个 房子的事啊 好吧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你先考虑搬家的事吧 明天开始 要开始找房子了 好 我刚才买了好几份报纸 等一下空的时候啊 我们仔细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好房子做 相哥 这房子大小没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便宜 我现在的钱包啊 是严重干硬化啊 严重缺钱啊 方方她说 要两万块才会嫁给我 说实话 两万块礼金不算多啊 人家没问你要十万八万 算不错了 你看你说的 像两百块一样 谁不知道值得啊 但是要赚得到才行啊 行了行了 要想多挣钱啊 赶紧 接个电话啊 喂 安妮啊 安妮姐 你怎么突然想起去KTV了 哎 相哥 怎么了 又少了一个朋友 朋友 哎 哎 我看着我 哎 很想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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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小费 水果的钱啊 最后跟前台一起算的 你们俩闯祸了 知不知道 闯祸 我们闯什么祸 闯什么祸 你问他 他居然向客户要回扣 我 怎么回事 什么回扣 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收任何的回扣啊 他们冤枉我的 你还敢说没有 你看看这是什么 客户的证明 客户投诉你这是欺诈 公子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我 你没钱跟我说吗 大家一起想办法 哎呀 小哥 我真的没有啊 我装好地板 除了什么辛苦费之外 我没 我没拿过钱啊 怎么又冒出一个辛苦费出来 大家都知道的呀 他们说的呀 装完地板呢 就可以收那个辛苦费的 你说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们是靠手艺吃饭 我是何师傅 教我装地板的 何师傅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有什么辛苦费 我狗子 你真是 好了好了 事情已经出了 你埋怨他有什么用啊 除非你能拿出他没有收取回扣的证据来 否则的话 我们就必须得报警了 要不对客户没法交代呀 你们要知道 这属于诈骗行为 犯法的呀 别别别别 原经理 报警 就彻底完蛋了 这样吧 那个我们内部的事情 还是公司内部处理吧 我知道 一旦报了警 就得留下暗底 是 他就真的没前程了 原经理 这样吧 这一次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 我们赔 你们赔 我看这是个办法 不过翔子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到底多少 三万 三万 哇 我一年不吃不喝 都存不到这些钱啊 翔哥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想什么办法 你早干嘛 我 我 我没钱啊 我来赔 好 既然要赔 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吧 争取内部处理吧 不过 这件事情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你们两个 就不能留在这里工作了 明白了吗 我明白 狗子 你出去一下 我有事要跟原经理说 经理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也一下子 拿不出那么多钱 分期付款 应该行不行 分期付款 就是 我先付一半 剩下的那些 三个月之内 肯定还钱 行 你也不容易啊 带个小弟 还给你闯祸 好吧 剩下的钱 我先给你垫上了 然后 你给我写个借据就行了 好吗 袁经理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 你翔子对兄弟这么想义气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过钱你可是一定要还的 我老袁挣得也是辛苦钱的 不过这件事啊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你知道吗 工资的要求很严格 绝不允许员工之间有金钱的瓜葛 是 我袁朝能不能保住这个饭碗 就看你翔子这张嘴了 一定一定 翔子我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翔哥 我还好 两位 真的要走 翔哥 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和冬子啊 去硬批的那家公司啊 条件非常严重